讲到法庭在国际法院 最新的一个决定 跟以色列有关 他说以色列应该要立刻停止 在加萨走廊南部城市 拉法的军事行动 那么跟国际法庭 刑事法庭说要去把 两个人逮捕 一个是以色列的 纳坦亚胡 一个当然哈马斯的领袖 也是一样 但以色列的财政部长 非常强烈 他说不接受这个判决 以色列在野党领袖也说 国际法院道德崩坏 在这个加萨南端城市的行动 不会有巴勒斯坦平民 面临毁灭的危险 大家看到的画面 恐怕不是这样 所以当要求停止 对拉法的进攻的时候 沙特这些国家都纷纷跟进 而且表达欢迎国际法院 这个决定 问题是包括土耳其也是 但问题是如何执行 有没有可能有约束力 光光看看美国队长拜登怎么说 我们不承认 不承认ICC行使管辖权的方式 就这么简单 就是国际法院这个命令 美国也不支持 也不会帮忙逮捕纳坦雅胡 共和党领袖强声也说 我们很快就会在国会大厦 干嘛呢 接待纳坦雅胡 不但不代表他 还要邀请到国会来发表演说 这就是美国的态度 所以目前中国大陆跟巴西 在俄乌方面另外一场战事 倒是有机会看到一点点 曙光有机会停战 这个是中巴双方对话之后 表达共同发表的声明 认为同声反对割裂世界 制造封闭的政津集团 所以中国巴西要协助解决乌克兰的危机 有没有可能停火 路透社表示普京愿意停火 前提条件是什么 就是承认目前的战线为条件 我打到哪里算哪里 目前打到都算我的 这个战线为条件 透过谈判来达成停火 终止乌克兰战争就会结束了 但如果七府跟西方不回应 将准备继续战斗 看起来就是几乎很难 再来乌克兰久战不下 奥班怎么说 西班牙总理说的 他说有关于俄罗斯 可能对北约成员也发动攻击 因为你们提供武器 你们提供支援 这种担忧他认为是毫无依据 因为目前已经进入第三年的乌俄战争显示 俄罗斯能力有限 打不下去真的吗 那现在已经一战打了三年 乌克兰的战事到底到哪里之镜头 其中在防范俄罗斯的部分 北约六国因为担心可能会被卷入战局 已经同意共逐无人机墙 避免在边境的部分被挑衅 那德国总理肖子也是说 欧洲有必要更紧密的军事合作 战神马克宏干嘛 法国提议的法国核武恐吓 德国挺他的意思就是说 要有各种威辙 否则俄罗斯一直秀这种核武的肌肉 这个类核武等等 的话那欧洲国家是不是很有风险 普清继续趴趴走 他去了白俄罗斯访问 因为白俄罗斯当然相对于 其实其他的北约国家 或者是乌克兰有不同的 更近的距离 所以现在乌克兰跟白俄罗斯的接壤 距离有1084公里之长 是不是接下来下一步也要透过白俄罗斯 来进行各种精准的打击 或者是轻饶呢 现在也没有人知道 所以什么巴黎协议 奥运期间要停火等等 现在看起来总是各自提出的条件 但现在难度却是仍然很高 杨哥 事实上还有另外一个议题 就是西方现在已经 就是承认俄罗斯正在猛烈的攻打 哈尔科夫周边 所以乌克兰提出一个请求 说美国提供的远程飞弹 可以打俄罗斯境内 因为哈尔科夫距离俄罗斯 实在太近了 如果他都不能够打俄罗斯境内 乌克兰认为他没有办法防守 就是你一定要打他境内 逼他回去回防这样 那美国目前意见分裂 布林肯强力主张 可是美国知道 如果允许他打俄罗斯境内 那不得了 俄罗斯会怎么看你 你是不是直接介入 就是你直接介入战局了 因为你允许他打我 对不对 那北约秘书长也出来说他同意 应该让乌克兰能够打境内 我认为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如果不能够让乌克兰 把那个比较远的飞弹 能够打到俄罗斯境内 我认为哈尔科夫早晚会失守 那这个是指标性的城市 因为他是第二大城市 仅次于基辅 那就有可能造成乌克兰 从北方一直到顿巴斯 这样全面的溃散 这影响其实很大 所以我觉得俄罗斯 大概也有这样的算盘 所以普京才会丢出这样的说法 说你如果承认我现在打的战线 那战线就是现有的边境 停损到这里 是啊 就说你在这里 我就立刻停损 我就不打了 是 这乌克兰没有人敢这样回答 不然我就继续进去 继续打 面积越来越大 你这个等于是 承认顿巴斯四个州 还有克里米亚你都没了 是 17%的领土就没了 这个乌克兰没有人能够赞成 没有赞成他就继续打 继续打就是打哈尔科夫 然后他同时也打奥德萨 因为他认为北约有一些军 军备可能就是从奥德萨上来的 因为距离乌东比较近 所以奥德萨也常常被打 那这个战火继续这样下去 对乌克兰是非常不利的 因为最近已经有 越来越多的统计出来了 这个乌克兰市长也写了报告 那华晨林邮报 把他报告的内容写出来了 说乌克兰发现 他对俄罗斯飞弹的拦截率 越来越低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俄罗斯的电战能力 越来越好 然后第二个是 他的防空的能力也越来越差 我讲的是乌克兰 所以最近就是比如说以前 也许是打十枚才中一枚 那现在大概都是中三到四 那这个伤害就很大了 那另外一个就是他打俄罗斯 那常常打不中 就是他电战能力变好了 那很不幸 这里面有一个刚好是台湾买的武器 叫海马式火箭系统 那最近不是普京说送给习近平 一个大礼吗 说他把俄乌战争的 收集到的美国军方的 那个爱国者的相关的资料 都送给中国大陆 那这里面就包括爱国者飞弹 地对空的防御系统 那我相信海马斯也有 那大陆有这些资料 那我们买这两个 爱国者跟海马斯还有用吗 就是乌克兰事上提了一个 紧急的报告给美国的厂商 说我怎么都被他算准 所以我都打不到俄罗斯 俄罗斯都会做调整 我就没打到这样 这个就是一个很麻烦的状态 就是美国的军备被人家 看透了吗 就是被查到漏洞 然后因为乌克兰的地对空的 防御系统越来越少 他紧急美国调给他 也只能够调七套 他那个防御线很长 你怎么防守 所以我坦白说 你说普京讲这个说 我愿意谈判 知道他是有前提的 就是说你如果承认现有的边界 那我就谈判 我就立刻停火 那这样乌克兰等于就是 就认输了 所以我觉得 基本上还是僵局了 说实在 僵局包括李瑟烈 总老师如果看到 虽然各种刑事法庭 国际法庭 还有现在最新是国际法院 都说要求不可以 以色列再继续攻击拉法 甚至还要求逮捕双方的领袖 但问题是 就是没有办法执行的事情 美国也完全反对 对 现在其实国际法院的 这个临时的命令 这个是南非要求的 因为南非提出这个案子 然后他现在就说 因为这个案子还没有判决 所以就要先有这个临时命令 你知道这个临时命令 第一个他对所有成员国 都是有拘束力的 比如像南非跟以色列 都是国际法院的成员 而且他这个案子是基于 防止杜绝种族屠杀 种族灭绝公约所提出来的 因为两国都是签约国 所以他是受拘束的 只是说他没有办法执行 比如像2022年3月那个时候 国际法院也要求俄罗斯停火 那也没有办法执行 所以这个执行命令 大概就只能 只是只能有一个政治上的效应 就是大家看到以色列越来越孤立 但是在以色列所看到的 这个被越来越孤立的 这个情势底下 在以色列国内却有不一样的影响 比如像说像甘孜 他已经公开宣布了 就是说6月他就要辞职了 如果没有办法达成停火协议 如果以色列人质没有办法回来 好 那这个显然是对于 这个纳坦雅胡的一个 政变的这个主张 就是说我要求你一定要做到这些事情 可是当这个执行命令下来之后 甘孜都说他也反对 为什么 他说你这个执行命令 没有跟这个所谓释放人质作为连结 就是你一定应该这两者是连结在一起 连以色列的反对党都反对 所以说这个执行命令下来 虽然政治上看起来让以色列很难看 但对以色列内部来说 反而是有助于纳坦雅胡 这个是一个意外的效果了 所以为什么美国也不敢说去背书他 比如像说国际刑事法院 他那个检察官说要逮捕 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 跟他的国防部长 拜登现在第一个他说 他绝对不会帮助国际刑事法院 做这件事情 第二个连国会都说要制裁国际刑事法院 所以为什么 就是说当然一方面就是美国 本来就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国 他没有签这个罗马条约 但另外一方面 其实拜登也很清楚知道 如果他站在这个法院这一方 第一个他没有办法有效的执行 第二个他也会失去 也会减少他对以色列的一个影响力 所以现在这个情势非常的复杂 因为现在拜登最这个才刚刚跟埃及总统通过电话 那他这个电话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让埃及能够开放他的边境 能够让这个救援物资能够进去 这个其实也是这个国际法院 他的临时命令 他的那个战时命令里头所要求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因为他说你这个以色列把这个边境封锁了 人道物资进不去 然后你的这个什么联合国的调查官都进不去 因为你说到底有没有种族灭绝 你没有去调查你怎么知道 可是你人不进去你怎么调查 所以说这也是他的一个 所谓的战行命令其中的一块 但是到底会如何 可能关键还是在于双方能不能停火 因为如果没有停火 大概不要说这个什么 最后能不能惩治 连你这个调查都很困难 所以现在William Burns 就是美国的中情局长 又要马上下个礼拜又要飞到欧洲去了 为什么 他还是要再去跟卡达的首相 跟以色列他的对口 还是要谈 看能不能够让这个停火协议 能够起死回生 再继续推进 不过看起来这个任务真的是非常的艰巨 大概最有效的对于纳坦雅胡来说 就是甘孜 但是甘孜的时间也是非常的有限 因为他的这个民调原来非常高 现在也是不断的滑落 所以这个我觉得那个部分是 以色列国内政治才是所有问题的关键 舰长如果以现在俄罗斯军事部署的角度来看 对于他攻击北约的可能性到底存不存在 例如像匈牙利这个总理 就一副很有胸有成竹的说 他不可能攻击其他欧洲北约国家 因为他没有能力 真的吗 首先你要知道这个 一个国家是不是有侵略性 你要看他的历史 他现在的人讲什么话 你不要太相信 第二个你说像俄乌现在打到现在 如果接下来 北约基本上好比说分崩离析 然后俄罗斯越打越顺 你说他会停下来 你从他过去历史看 他几乎就一直会下去的 但是我要讲一下 我不晓得各位看到说 美国好像这么的阿爸 对不对 就是不去制裁以色列的纳太亚 我什么东西你知道 我不晓得你看到有什么感觉 你知道我看到我非常高兴 为什么你知道吗 有句话叫做 上帝要毁灭一个人的时候 必先让他疯狂 如果今天没有美中争霸 就是一个美国在这个世界上 我当然看到这事就会很生气 可是我发觉这件事情 正好让全世界在美中争霸 大家都在想我到底要向哪一边 哪一边是公理正义的时候 他突然看到了美国居然是这么 荒谬 荒谬 动作越来越粗暴 对不对 中国可能提供一个俄罗斯一个 叫做可能作为军用装备的配件 他就要去制裁他 那你美国提供什么 杀人武器 炸弹 飞弹 什么各种的像海马斯 那是一个整个面向的杀下去的 到底谁是正义那边 我觉得全界都在看 他们看得到如果没有这个事 可能很多国家还觉得 美国是一个世界警察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 我最后要讲一个东西就是 这个普丁说目前战线 就目前战线我们来谈停火 这个一说出来 你知道这些政治人物讲话 就是冠冕堂皇的废话 这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我从这句话 我也可以想到赖信德讲的说 两岸希望在没有任何前提的状况下 我愿意展开谈判 你知道吗 他这句话也是一个废话 为什么 没有任何前提就是前提 这不就是前提吗 如果你真的愿意谈 我就坐下来 我们就坐下来谈 然后接着可能对岸要求 你要这样要那样 好比说你要承认九二共事 那我就问你 为什么你一定要坚持九二共事 九二是多久之前的事 我们能不能够怀抱九二 迎向二次 就是2024 我们能不能够有一个新的一个呢 那就是谈你知道吧 你不坐下来 你根本就什么都不必谈 但是只要坐下来谈了以后 是不是大家都可以去讨论一下 那你说要我承认九二共事 怎么承认 是不是我们的总统出来讲一句话 我承认九二共事 或是要发表一个什么文章 什么的 那些通通可以谈 什么情况之下讲什么话 由谁讲 但是你不愿意坐下来的时候 你要说不设任何前提 那就是一个前提 你就是不愿意谈